过了几天,老板给我打电话说店里失窃了 嘿,我是阿图 在澳大利亚旅居第11年的中国人 我以前也分享过有关澳大利亚留学生自我保护的视频 这期视频还是一期关于安全的内容 主要分享我在这11年中遇到的两对小偷的经历 遇到第一对小童是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我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亚洲超市做收音员 我遇到一个跟他对视的时候他眼睛会躲闪的这么一个中年人 衣服扣子也是扣一个不扣一个而且是扣到错位的 一看就是不大收拾而且心里有事的人 他进来以后他就问我说这最贵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我不能以貌去人觉得他买不起这些贵的商品 但是当时就是有一个第六感在内心的深处翘响了一个警钟 就跟他说在这个第几排最里面的冰柜 那里的东西是最贵的 选购商品的时候他不断的来跟我聊天 我要找这个这个什么东西找不到了 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英文是真的不好还是他故意说了一个不是英文的词语 我也听不懂是什么作为收音员我的职责是站在周营的会台前我是不能离开的 除非今天真的没有什么人街上也看不到几个行人我会去理一下货架 不然的话呢理货架是由老板以及另外的理货员来干这件事情的 所以呢我就移动到这个位置跟他对话 我可以看到他也可以看到门口以及收音台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男人进来了 他站在收音台附近东张西望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男人和里面的这个男人的气质是比较像的 我心里就觉得嗯这两个人可能有事情我就立即对着在冰柜里找东西的那个男人喊 先生我们店里没有你要的东西很抱歉你可以把你要的东西写给我吗 我在订货的时候可以帮您问一下商家有没有这个货品 您明天再来看看面的那个男人和在收音台附近前逛的男人呢 像商量好了的似的就走了 这件事情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而且我也跟老板说了有两个很不同寻常的男人在这里瞎溜打 老板当时就觉得就是两个homeless的人在这里闲逛仅此而已 过了几天老板给我打电话说店里失窃了 警方调去监控摄像头的时候发现 我在店里遇到的那个两个男人正是后来来盗窃的人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钱财没有追回来 店里所有的现金都被拿走了 我跟当时在店里的收音员交谈了以后 我发现这两个中年人用了同一种方法来转移收音员的注意力 而另外一个在外面的男人呢就直接拿走了收音台里的所有现金 虽然我没有这东西真正被偷走的那个经历 但是呢还是比较后怕的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第六感告诉你这个不是个好人也要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 第二对遇到的小偷呢是在两三年前我在火车上遇到的 澳大利亚的火车呢分上下两层 我背了个书包下了火车第二层以后呢 站在面对火车门的门把手的地方有一对情侣 女士呢在我前面也就是更靠近门口的地方 唱歌跳舞做一些要吸引人助力的事情 他的男友呢抓着另一根把手甩着玩 而在晃着晃着的时候呢他撞到我的书包了 如果在公共交通非常拥挤的状态下有人不小心撞到我的书包 其实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算是比较空的一个车厢里面 他的这个动作呢又在我的心灵深处飘响了警钟 我以为是我站到了他的道所以我往前走了一些 但是呢那位男士还是不住的往我的书包上靠 其实当时还是觉得嗯我硬去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于是我又往前移动了一下 第三次的时候呢我还是感觉那位男士故意的撞我的书包 而且呢有拉拉链的这个感觉 当时车也快到站了 于是我瞪了他一下 我跟他说不要碰我的书包 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想法 反正那个男士呢他愣了一下 我把书包往前背了一下 我发现拉链开了 这个时候呢车门打开了 我当下就很想按那个求助铃 但是那两个年轻人呢很快就跑走了 因为车到站了嘛我想他们既然已经在车的外面了 叫车上的乘务员应该也帮助不是很大 于是我就很快的到站台上去寻求站台工作人员的帮忙 我不知道是下班时间还是什么情况 在站台上我找不到一个工作人员 整辆火车就在我面前开走了 我在站台一里外外洗手间我都找就是没有工作人员 下机没电啦最后一段用手机来补录 虽然这件事情让我生理和心理上都觉得非常的恶心 即使我报警的话也没什么用就知道他们就是窃贼 但是我拿不出证据了 第一个就是车厢里面和站台上是没有摄像头的 第二个呢没有目击证人指证他们对我做了什么事情 第三个呢即使那两个人被警察追回来了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财务上的损失 警察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总的来说呢出门在外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希望大家永远都不会遇到让自己的身体和财产造成损失的恶行事件 如果你对澳洲生活学习工作类的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也请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